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冲突的几率很小 这个我倒没有看到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第一个很明显的是因为美国的卫生部长来访 才有这个宣布 其实它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类型的军演 以前其实也就有了 这段时间其实是大陆军演蛮频繁的一个时段 那这次这样特意用这个媒体啊 或者是有人放话 特意来宣布这个事情 当然是有针对性嘛 是 在我看来针对性就是因为有个卫生部长来访了嘛 那我先前也讲过 这个卫生部长来访 跟这个公共卫生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跟这个所谓这个新冠病毒 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是他合理化他来访的一个借口 用这个借口最好嘛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他用台湾还做得不错 作为一个理由来访问 这个是最合理最合理的一个理由 但实际上他的目的不是在这边嘛 他就是一个政治性的访问 对不对 要给中国大陆看 那这个里面有趣的就是说 你要宣布这个军演 为什么不在他在台湾的时候宣布呢 对 等到他走了之后才宣布 他在台湾的时候 他们倒表现得非常的温顺啊 对对对 他几个人发言 几个包括这个王毅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他要 还有这个好像外交部的副部长 对 发言都是很很温和的 就是说 哎呀我们跟美国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 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 那那个外交部的副部长还讲说 他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是愿意美国谈 但是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是吧 阿扎尔 一前脚刚走 后脚就来下台湾 嗯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你不敢吓吓美国阿 你就要吓台湾 对阿 对阿 我觉得真的很无聊啦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那这个 呃 在我心目中 哈 这个中共 中共 中国啦 不要讲中共 嗯 其实现在美国就把中共跟中国分开了 对 对不对 他把他区隔开了 对 那 中国 武统台湾的这个大将 嗯 就是那位 啊 解放军 以前南军军区的副司令 嗯 解放军退役首将王洪光 啊 武统台湾的大将 嗯 啊 另外 还有一个武统台湾的指战员 指挥作战 指战员 我也 其实我也不知道指战员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嗯 但是中共的部队 打仗的时候是有个指战员啊 嗯 我只是按照 负责出张嘴责 我只是按照这个字面上 来分指挥作战的这个 这个 这个人 啊 指战员是谁呢 就是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胡锡进 啊 这两个人是 啊 这个 武统台湾的 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对 每次都是他们出来发言 嗯 啊 这个 王洪光出来讲话啦 嗯 对不对 说是这个 这个我们 呃 夺岛 夺台 台湾就是一个岛嘛 夺岛跟夺台的意思是一样的 夺台是以小时记的 对 就是他几个小时就可以把你解决完了 嗯 啊 这个话 啊 我告诉大家 他三年前就讲过了 啊 可能再早也讲过我不知道 但是我确实知道是三年前讲过 三年前 他在哪里讲呢 就是接受旺旺中时 啊 旺旺集团买了中国时报嘛 嗯嗯 我以前是中国时报的 啊 后来呢 我现在 我在脸书上本来都是讲我是 我是 我的职力是中国时报的员工 做过什么什么工作 是 后来因为是旺旺中时 我就把这个介绍改了 我此于跟旺旺中时为伍 所以我现在在脸书上呢 叫做余既中时代的中国时报 嗯 我服务的是余既中时代的中国时报 而不是旺旺中时 啊 这旺旺中时的旺报 在三年前 好像是 我记得没有记得的话 应该是七月 哦 采访了这个王洪光 嗯哼 王洪光那次就讲了 啊 我们夺岛是一小时记的 而且啊 武统台湾是在2020前 就要完成了 哦 他讲得很明确啊 那还有四个月 对啊 旺旺中时也做了个大标题啊 不是 不是还有四个月 已经过了 他是在2020以前 哦 要完成这个武统 是是是 啊 我现在就当你王洪光 是口误 讲错了 啊 2020 结束以前 武统台湾 好不好 我再给你 多四个月时间 现在八月中了嘛 嗯 对 再给你四个月的时间 我看看你怎么夺岛 对 无聊 透顶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中国 有关于武统 这一路下来 啊 基本上 都是由王洪光 这个退役的宗教 还有环球时报的总军 及胡锡进发言 嗯 为什么由他们发言 为什么不是由现役的军人发言 王洪光那时候在网路上跟我干雕的时候 骂你的时候 骂你的时候 骂我的时候 电视台 那时候正好也邀我去嘛 嗯 他又提到这个王洪光 在在电视台直接指责我 嗯 我就跟电视台主持人 正宏仪 嗯 我就讲我觉得很丢脸 嗯 为什么是一个退役的宗教 来跟我讲这个事情 啊 如果是个现役的宗教 来讲我 我都觉得很光荣 嗯 退役的 对 我今天就是直接跟你王洪光挑战 对不对 你三年前就讲要武统了 统了吗 是不是 不要老在那边要吓人啊 啊 我跟你讲 台湾有一阵子 倒退个十几二十年 嗯 啊 愿意跟中国统一的人 其实不少 嗯 不算少数 嗯 但是中国这么长一段时间来所作所为 特别是 用武力来恐吓台湾人民 啊 让你们的路子越走越窄 对 越走越窄 只剩下武统一条路 但是你现在又统不了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这样都是聪明吗 聪明吗 我要请问一下 是不是 本来和平统一还是有机会的 嗯 对 现在没有机会了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再包括你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我跟你讲 没有机会了 只剩下武统 嗯 就剩下武统了 祝福你们 对不对 把武力搞高强一点 把武力搞高强一点 来夺倒吧 祝福你们 真的 我只能这样子讲 你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非要兵容相见 难道不是你们做出来的吗 台湾 台湾何时挑衅过你们 国民党政府不要讲 绝对不会 嗯 民进党政府也没有挑衅你们 对啊 也没有要跟你们打仗 嗯 对不对 一天到晚 用武力来恐吓 聪明吗 聪明吗 嗯 嗯 美国国务院好像是这两天吧 宣布了啊 啊 台湾 要卖给台湾66架F16 嗯 新任的台湾驻美代表 小美琴 嗯 也正在努力 嗯 努力就是加强台湾的不对称战力 嗯 什么叫做不对称战力 台湾 承认 我们的武力确实不如你 嗯 我们承认 啊 但是不对称武力 就有办法对付你们 什么叫不对称 我武力比你差 嗯 但是我在沿海 可以布置一些东西 嗯 来抵挡你 对 啊 在 当前的这个 国际政治情况下 特别是美 台中 啊 三方面的这种 这种情况下 啊 美国 基于他的利益 会在这一方面帮台湾 嗯 帮忙台湾 包括 刚才讲的 要卖66架F16 嗯 给台湾 对 包括这个 小美琴在争取的 就是布置在 布置在 布置在海岸的 这种飞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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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们搞出来的吗 是不是 你非要 非要 逼着台湾 要 要加强自己的武力嘛 对 不是这样子吗 是 是不是 恐吓是不会让人 跟你越来越靠近的啦 对不对 有一个话 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只有人战 啊 才能止战 嗯 只有人战 才能和 对 啊 我们有战力 我才能跟你和 嗯 台湾 要 要 这个 跟美国 做这些军构 难道不是你们逼出来的吗 嗯 没错 对不对 难道不合理吗 一天到晚说要打我们 学习台湾 留岛不留人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对啊 是不是 嗯 北韩 为什么可以跟 这个美国 啊 北韩的金正恩 啊 为什么可以跟 川普平起平坐 跟他谈 为什么 因为他有和武 他有和武 对 就这么简单 金正恩前一次也讲了 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和武 嗯 才能够维持 朝鲜半岛的和平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嗯 一天到晚恐吓 要把我们 杀光 我能够不加强我自己的武力吗 我们也必须要有自治自保的能力 对 你中国的领导人 就是 就是做 这么长久以来做的事情 你就是把自己逼到一条路 非要武统台湾 我再讲一遍 祝福你们 啊 你们说你们 这个制造金箭向下脚子 你就去下吧 对吧 你就尽量去做 把这些打台湾的东西都准备好 来打嘛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嘛 是不是 不是 你一定要搞成这样子 那只有这样子了嘛 对 那台湾跟这个 美国或任何世界其他的国家 买武器 不应该吗 我们不应该防卫自己吗 对啊 台湾人不可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你过来 而不做任何的防御 或者准备 而且 对不对 你一天到晚再讲这个东西 已经变成狼来了 嗯 台湾老百姓越来越不相信 你敢打了 是不是 就造成这种效果嘛 是 到了最后就逼了是非打不可嘛 那就打了 看是你能学习台湾 留到不留人 还是你们 诚实在台湾海峡 付出惨动的代价 嗯 好 今天呢 是高雄市长补选的投票日 那投票结果呢 刚刚已经出来了 是由陈其迈 以671,804万票 671,804票 70%的得票率 当选了高雄市长 那李梅真 国民党的李梅真 是248,478票 得票率是25.9 他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拿到 国民党的防线的最基本的 基本盘30% 并没有到 那代表民进党的无意证 则是拿到38,960票 得票率是4.1% 那在此我们先恭喜陈其迈 成为高雄市长 嗯 不过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 昨天 韩国瑜出来 似乎没有达到吹票的效果 吹国民党的票的基本盘的效果 我昨天就讲了 韩国瑜 出来参加这个选前职业 嗯 其实就是投机取巧 嗯 其实就是他不敢面对 我昨天讲嘛 假定我是韩国瑜 我诚心诚意要帮你梅真 我早就出来了 我陪他拜票 啊 陪他扫街 就算是被人家 比倒战 我都坚勁的挺哈 嗯 这个才叫做有情有义 对 真心诚意的去帮你梅真 嗯 选前置业 这个选举从 呃 6月6号被罢免到现在 8月15号嘛 嗯 等于算起来也差不多两个多月嘛 嗯嗯 两个多月的过程里面 你韩国瑜从来没有帮过李梅真 对 啊 还曾经在脸书上 贴出一个 说是李梅真 被提名 跟我没有关系 嗯 要撇清这些东西 对 不是吗 不是吗 然后到最后一天 选前置业 是最后一天 对 最后一天的晚上 嗯 当天晚上十点以后 连这个选情都不可以谈了嘛 对对对 最后一天 大家的投票意向 都已经决定了 嗯 对不对 你韩国瑜出来 就算是帮得上忙 也是很小的比例 嗯嗯 啊 何况你还出来讲个什么鹅蛋 是吧 完全歪楼 不是完全歪楼 这个就是韩国瑜 他只适合讲这些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在家里面孵蛋啊 嗯 嗯 搞了个孵蛋 那个血头 对 孵蛋器 对 现在讲个鹅蛋 吃鹅蛋 会生个鹅蛋年的小孩 哎 李梅珍是选市长 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东西 嗯 你在那边扯生小孩 吃鹅蛋 还逼了李梅珍说 他已经吃了一百多颗了 不是给人家看笑话嘛 嗯 不就是这样子嘛 是 是不是 但是 我已经讲过了 韩国瑜参加这个东西 啊 其实是为了他自己 嗯 啊 他也不敢面对说是 会被 这些 反对他的人 啊 比赞 比倒战 或者是这个 嗯 然后参加这个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场子 嗯 啊 这个场子也不可能 说是很很冷场 因为是捲钱之夜 嗯 参加这个 在我看来啦 啊 他就是 利用这个场合付出嘛 嗯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我讲过非常多次了 韩国瑜 他如果 在台湾的政坛上 啊 还想东山再起 或者是还想保留一个 一定程度的这个位置在那边 他必须要争取 一年之后的 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是 他必须要 嗯 不然就很简单 过了个村 没有那个店了 对 6月6号被罢免 一直到现在 这次付出 中间的这段时间 韩国瑜的声量已经是 急速的下降 嗯 韩粉也是急速的下降 嗯 所以昨天选前之夜 我很注意的一个东西 就是 会不会 重现 啊 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 甚至于选总统大选的时候 那种场面 什么场面呢 满场一片红 全部是国旗 国旗装 昨天没有 嗯 没有 我特别注意了 没有 所以今天这个结果 并不意外 嗯哼 在投票之前 我就预期 李梅珍大概是这个比例 哦 达不到国民党的这个基本盘 嗯 我的预期可能还要更稍微低一点 嗯 所以 现在 百分之二十五点 二十五点九 对 可能韩国瑜还真的帮上一点忙 可能脆出了一两趴或三四趴的票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绝对不会很多 啊 这是我的 判断 是 那 不意外 但是呢 我认为对陈琦麦来讲 啊 他不错 他这次 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对 但是在实际上的票数 他只有六十 六十七万票 六十七万票 嗯 距离他上一次败选 嗯 他上一次败选是七十四万票 对 没错 等于说距离上次败选还差了七万票 嗯 这个 会让人家讲话 嗯 会让人家讲话 你连上次的票数都没拿到 嗯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 投票率 差别很大 上次的投票率有到百分之七十 对 现在再次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四十几 出头左右 差的蛮大的 所以他这个 成绩 已经算不错了 对 关键就是说很多人 会拿那个来做文章 嗯 是不是 说你哎呦 上次不是有七十四八 你虽然这次赢了 啊 只剩下 六十六万票 六十七万票 对 七十四六十 差了八万票 嗯 那 陈其麦在选前 其实讲的一个数目更糟糕了 他说他想要冲到九十四万 对 对 讲的话干什么 是不是 那不管怎么讲啊 啊 我觉得高雄市民真的是了不起 嗯 他在前年的前年底 是不是 给了韩国瑜八十九万票 对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决定 对 因为当时民进党执政了很久 二十年 执政了二十年 第一个有点这种政治上的疲乏了 嗯 一般讲的钟摆效应 对 执政了这么久 而且坦白的讲 也许真的是做得不是很好 嗯 嗯 啊 久了之后就疲 是 对不对 所以 高雄市民决定 给 韩国瑜一个机会 嗯 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给他八十九万票 啊 赢了成七万 十几万票 对 十五万票 嗯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 韩国瑜是一个很糟糕的政治人物 对 很多人讲 韩国瑜之所以被罢免 是因为他去选总统 我只能同意一部分 嗯 因为最早 开始要发动他 要罢免他的时候 根本不是因为他要选总统 嗯哼 不是的 罢免的团体 最早的团体一直到持续到现在 就是公民歌草行动 他最早的名字 不叫公民歌草行动 叫做罢免韩国瑜市长连线 嗯 是 2019年 嗯 3月份就成立的 嗯 韩国瑜那个时候 刚刚上任高雄市长 才三个月 对 他是 他是12月 12月25号上任 25号上任的嘛 嗯 才上任三个月 而且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 要宣布 几号成立的 嗯 韩国瑜都说没有要选总统 嗯 他真正宣布要选总统 他那个 李嘉芬嘛 就说他背后被开枪 感觉很不好 对 后来就说了yes I do 那个时候还没有讲yes I do 后来啦 后来 郭台铭说要选是4月17号的事情嘛 韩国瑜说要选是5月了 对 已经到5月了 嗯 所以 当初要罢免他 最早 开始推动罢免的是团体 根本不是因为他要选总统 嗯 国民党 一直在模糊这个焦点 嗯 好像认为说是 因为他要选总统 才要罢免他 不是的 要罢免他 就是因为 他们发现他 在选前的政见 全部是唬烂 嗯 选后的市政一塌糊涂 嗯 对不对 他选后哪有什么市政嘛 一上台就跑到东南亚去啊 对啊 去卖水果 去访问啊 我就是这样才看出来 他要选总统的 嗯 我已经讲过了 我在东南亚做 记者做了很久 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市长 敲锣打鼓去卖水果 嗯 很奇怪 对不对 对 很不寻常 一般人看不出来 我 我 因为在那边做了这么久的 这个 特派员 然后也采访过很多这些 政府的 首长到那边去 去 去访问 所以我就看出来 这个有问题 再加上他签的全部是MOU 对 啊 一般人不懂啦 啊 韩国有特别包装把这个MOU 做成是订单 嗯 所以是抢订单 嗯 他抢的是MOU 什么叫MOU 什么叫MOU 叫做谅解备忘录 也叫做意象书 意思就是说 OK我们两个签一个东西 你有意思要跟我买这些东西 但是 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买 对 是不是 是 很多到最后都是不对现的 嗯 而且很多到最后兑现的 跟原来讲的也不一样 不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签了 要买100吨 到最后可能只买20吨 嗯 对不对 但是韩国有就是利用这个 在那边吹牛 哇 我抢了多少订单 嗯 这就是表示他要 另有所图 对 是 我那个时候就判断他选 要选总统 现在扯远了 第一个 要罢免他 不是因为他要选总统 要罢免他 嗯 对不对 就是这么回事嘛 是 所以做一个政治人物 除了你要遵守你的承诺之外 能力也是很重要 他完全没有能力嘛 无能的人 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看在 在这个上任市长之后 碰到每一件事情的危机处理 都一塌糊涂 我那时候就做了很多的批评 啊 然后在选总统的时候 对不对 农舍的事情跑出来 什么王小姐啊 乱七八糟的事情跑出来 对 处理的一塌糊涂 是 小 没事 处理成有事 嗯 有事 小事处理成大事 嗯 这就是他的处理危机能力 嗯 你没真也是一样 对 对 他在参选这两个月以来 发生了这些事情 他哪一样处理得好的 对 论文抄袭的事情 嗯 还有这个 蓝牧酒 蓝牧酒 海水冲马桶 嗯 还有这个打贪腐 打贪腐 刷新大家三观 真的太恐怖了 他打人家贪腐 然后跟他出来 开机会 记者会旁边一票人 全部被他 大家找出来 家里全部有事 全部是有贪腐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人家讲到 他爸爸的问题 他就说 哎呦你们去查一下 我爸爸不是贪污了 结果是行贿 可以行贿不能贪污的意思 这就是危机处理的能力 你就不要讲话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对不对 你不要讲话就没事了 你讲话说是 哎你们去查一下 这个 我爸爸其实不是贪污犯 哎大家就去查啦 就查出好几个案件啊 就说 哎确实不是贪污 对 但是是行贿 是不是啊 你就不是把事情越搞越糟吗 不就是这样子吗 没错 是不是啊 对 一个领导人 很重要的 是危机处理的能力 嗯 他看出来你这个领导人的判断力 嗯 啊 以及决断力 嗯 什么什么事情该出来反击 嗯 什么事情该闭嘴 对 啊 还有你执行力 嗯 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 是 对一个领导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嗯 韩国语不合格 这是我反他的原因 嗯 我从头到尾是反他的 嗯 很多人以为我是眷存子弟 最早是支持他 后来才反他 不是 我从头到尾就反他 因为我刚刚讲过 二月份我就看出来这个人 嗯 很糟糕 嗯 嗯 你没针 一样 处理危机的人力一塌糊涂 不冤枉 对 韩国瑜被罢免一点都不冤枉 你没针 选不上 一点都不冤枉 嗯 事先都讲得很清楚了 啊 对于高雄市长的这个补选 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嗯 啊 他今天只有25% 也大概在我的估计之内 嗯 嗯 我的估计 老师告诉大家 稍微更低一点 啊 大概是 我认为他大概就是22%啊 甚至于20%之间 嗯 他能够到25% 我就把这个功劳归给韩国瑜吧 嗯 嗯 对不对 我今天也讲过嘛 韩国瑜出来 啊 可能会把一些 潜难的 嗯 啊 他本来是应该要投李梅珍的 但是因为李梅珍这段时间的表现 让他投不下去了 嗯 可能会把这些人吹出来 嗯 我就把这个李梅珍原来我认为他只有 22%啊 或者21% 现在到25% 就归功个韩国瑜吧 嗯 好吧 既然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 明天开始 8月16号开始 就是一个新的 新的场面了 新的回合了 刚才我讲了一半 对 老头子啊 有的时候会讲插路停电 我必须要再重新在 这个 对高雄市民 嗯 致敬 嗯 他们很勇敢的 在2018年底 嗯 是2018年底吧 对 是1月 对 然后他们发现韩国瑜 对 然后他们发现韩国瑜 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嗯 然后也很勇敢的 在第二天 第二年的6月6号 嗯 用94万票把它罢名掉 对 2020的6月6号 然后这一次 又做了第三次投票 又做了第三次投票 很辛苦的 对 很辛苦的 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做了第三次投票 啊 让高雄市 重新 回到正轨 嗯 我觉得我不太想讲回到正轨 嗯 我就是讲说 我佩服他的就是说 OK 你把一个不四格 不思认的 总统 呃 这个市长罢名掉 对 啊 韩国瑜 跟韩粉 在高雄市 嗯 没有了 嗯 很好 我非常的欣慰 啊 我也希望 韩国瑜 跟韩粉 这个现象 在中华民国消失 嗯 因为这个是一个民主的毒瘤 嗯 民主的毒瘤 但是呢 现在 我刚刚强调一下 韩国瑜在高雄市是消失了 韩粉是消失了 但是对中华民国来讲 还没有 对 还没有 啊 还有 再起的 国民党主席 嗯 还有再起的 还有这个机会 是 因为国民党的 内部的选举 毕竟跟这个 这个外面的 这个不一样 对 韩国瑜如果说是 还想再 选什么台北市长啊 桃园市长啊 桃园市长啊 对 我跟你讲啦 稍微有一点骨气的 城市 会选出一个 被其他城市罢名的人吗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嗯 我不认为 嗯 好了 接下来就要看看 国民党里面的人的智慧了 因为接下来他们 党内的事情 看他们党内如何去处理 我本来早就讲过了 国民党在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嗯 就应该跟他切割 嗯 也跟韩粉切割 嗯 不要怕 啊 韩粉 是深蓝深蓝深蓝的那一块 啊 他可能一时 接受不了 嗯 国民党跟韩国瑜切割 但是呢 他始终是会回来的 嗯 最终还是会回来的 他永远不可能去 跳到绿的那一块 对 对 可惜了 韩国瑜错失 不 国民党错失了这个 重新再起的机会 啊 包括提名这个李梅珍 嗯 也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嗯 我已经讲过非常多次 啊 江启臣提名李梅珍 最终最最重要的原因 是要对付韩国瑜 嗯 但是他做梦没有想到李梅珍这么差 这是我的看法 嗯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结果啦 是 那也希望国民党 假设你真的想要再重返执政 真的才想要再起的一天 真的真的要痛低思痛 高雄市已经 高雄市民已经赢他们的行动力 告诉你这么做是不行的 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再这样下去呢 我们也只能祝福啦 是 今天祝福了两个人 对 对 一个是武统大将王宏宫 一个是国民党 我们坦白的讲 不希望国民党 就这样子消沉下去 嗯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虽然这是高雄市长选举 连基本盘都守不住 他毕竟还是第二大党 对 毕竟还是最有能力来监督 目前来看 对 来监督这个执政的一个反对党 嗯 但是真的要好好做 真的 真的要好好做 我今天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真的比民进党差 嗯 真的 真的 要振作 对 真的要振作 不然真的到时候 没有人能够监督民进党 这个对台湾也不是一个福气 当然不是福气 对 当然不是福气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呢 请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分享 跟开启小铃铛喔 好啦 那就先这样子囉 明天见拜拜 拜拜